另外我们来看到 三号晚间在万芳医院前 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 有一辆汽车违规左转之后爆冲 先是撞上了一名外送员 好路人立刻全部都像保龄球一样被撞飞 结果造成九个人受伤 另外呢在台南也有一名骑士 他骑士同样也是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被撞 整台大货车直接讲他碾压在车底 场面触目惊醒 黑色轿车车头全毁 可见撞击力道有多大 三号晚间在台北万芳医院前 路口员站着不少人等着过马路 没想到这时一辆黑车疑似违规左转 突然冲出先是撞上一辆机车 路人像保龄球一样被撞得疯狂往后退 还有人吓到手机直接抛飞在空中 被撞机车停放在人行道上 黑车突然冲撞造成九人头部等多处受伤 警察赶紧到场包扎 镜头来到台南河顺工业区附近 三号上午九点多 男子骑着机车正在停等红绿灯 下一秒绿色大货车迎面驶来 直接把骑士卷入车底 回到事发现场地上斜机斑斑 机车直接横倒卡在货车下方 车身满是刮痕 73岁大货车驾驶违规逆向转弯 害得倒霉机车骑士闪避不及 被撞倒撵过 手脚多处骨折 索性送医后并无大碍 另外在高雄也发生一起意外 只见两台单车一同经过 但前方高兴少年 却突然向内侧重摔在地 过了几秒才赶紧爬起来 而轻轨列车随即进站 前后间隔近约10秒钟 场面相当惊险 据了解当下轻轨警示声响起 才害得少年受到惊吓 婴儿摔车 所幸少年反应够机灵 旁人也来帮忙 人车赶紧牵到一旁 才没造成意外 记者王志愿 陈萱 综合报道 我们的新兴区 有一间未在七弦一路 跟南华路口的烧肉店 是在3号晚间的9点多钟 发生了火警 消防队一接获通报之后 立刻赶往现场 这当中有一名18岁的女顾客 受到了惊吓送医 起火原因目前还有待厘清